字尾新世代喔 這買電視到底要怎麼挑你才會對你的眼呢 我們先來問問一下現場的專家 Tim哥你家是用什麼樣的電視啊 我是最近還剛買 因為我剛搬新家 然後我買的是LG的四十七吋 四十七吋 然後它又有可以上網 然後又是3D 是 怎麼那麼多功能 又可以上網又是3D 但是我都沒用到 而且它才買兩萬而已 兩萬塊有多功能 我買一萬九的 你差一千塊 也是四十六吋的 而且也是剛好跟你一樣搬新家 為什麼 就是家裡買一個 然後房間再擺一台 你有沒有想到很便宜嗎 因為以前大概五六年前的時候 通常都是BenQ的牌子 很多人喜歡用Sony牌子 我覺得BenQ看起來也不錯 BenQ不錯 那時候 BenQ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這樣子幹嘛 要賣東西是不是 那個如果BenQ的產商找我做那個 幹掉冠軍之後 然後當購物專家來找我好不好 好 那冠軍你家 我是三年多前買Vizio的牌子 買四六吋 大概價格是三萬九千九 而且我要講的是什麼 三萬多耶 五六年前的時候 現在同樣是BenQ 只要BenQ 其實這邊有 其實就算同樣的尺寸 四十二吋 那時候大概八九萬 還很便宜 那如果是Sony的話 十萬塊起跳 所以我就覺得很便宜 所以我就一次就買兩台 就覺得很划算 所以這個主動哥就是挑便宜的 他撿便宜賺家就對了 好不過呢 你知道你家電視 到底是什麼樣的種類嗎 那種胖胖的啊 瘦瘦的啊 我跟你講瘦瘦的還分很多種耶 對 冠軍我們來講一下好了 現在電視到底有哪些種類 現在電視如果說你一般來講 你要找到不是Full HD的話很難 那Full HD電視呢 它有分為LCD跟LED嘛 那除了這個功能之外呢 其實有一些附加功能 包括有聯網的功能 有3D的功能 那現在呢 最高階是到4K的電視 是 對 那這四種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3D跟智慧聯網 其實大部分來講 這兩個附加功能呢 都會互相綁在一起 那你在買3D電視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因為有的品牌 它會付免費的3D眼鏡 是 有的品牌是要另外去選購的 還要再買一個3D眼鏡 對對對 那配眼鏡給你的時候 有時候是配兩隻 有時候是配四隻 對 那其實3D這個功能來講 那如果我自己本身已經戴眼鏡了 怎麼辦 再把這個3D眼鏡 戴在你眼鏡外面 你沒有看過電影 對不對 你看在抓包 你要戴眼鏡以後 可不可以戴兩個 戴出到那個客廳裡面 再把眼鏡戴上去 或者是時候 就把眼鏡拿掉 然後戴3D眼鏡 然後往前看 然後那個距離 一公尺的距離到10公尺 我知道你想要問什麼 像3D呢 它其實有分為原生3D 跟一般的3D嘛 所以它有一種模擬3D對不對 它可以把很多的電視節目 都變成3D畫面 但是我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去那個電影裡面 看過一個電影叫做 《玉浦團》 那個3D畫面系列 我覺得應該比較少人看這一部 那個就是模擬3D的 你知道嗎 我沒有問這個問題 是你要問 因為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電影好不3D喔 都只有字幕3D 因為它是模擬的 對 所以代表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原生的3D 其實是很少的 對 所以你買3D這個功能 其實買心裡爽的 比較重要 所以3D其實用不太到對不對 對 家裡面的話 其實在家裡面 其實基本上用不太到 除非你有玩一些藍光片 例如說PS3啊 PS4啊 那智慧聯網功能 其實這也有分 因為大部分 因為電視裡面 它內建的CPU啦 或者一些作業系統的話 它其實反應速度 比較慢一點 對 其實我很期待一台電視 是小米電視 它在那個大陸 它的賣價是四萬 四千九百九十九 很便宜 很便宜 然後它裡面用到 又是四核心的 的CPU 所以我等同是 把一台真正的這個電腦 內建在電視裡面 但是我們目前在台灣的 智慧聯網電視呢 它其實這個作業系統都鎖得滿死的 有時候它雖然說 我可以下載APP下來 對不對 但是那些APP都笨笨的 那如果說你要做影音的串流啦 我倒是建議你不如買小米盒子 或者像我 因為我是APPLECOM 我就買那個 APPLE TV 其實我覺得還蠻重要 像譬如說 有時候我要看三立財經台的節目 有時候就是時間錯過了 可是你又懶得定時的設定 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家裡有一台 就是可以上網的 你是看Youtube 你就可以看到三立財經台的節目 這樣算不算打開廣告 還不錯啦 這個就是你什麼時間都可以看 然後畫質又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像智慧聯網這個 如果說媽媽你要使用的話 我特別推薦這個蘋果的APPLE TV 因為媽媽已經很習慣 用iPad去做操作對不對 它裡面有所謂的進射功能 或者AirPlay的功能 它可以幫你這個整個畫面 完全傳輸到電視上面 所以來自星星的你 你不只這樣可以看 你可以直接傳輸到電視上面 你可以直接在電視上播出來 可是這個智慧聯網的話 所以你剛才建議是說 乾脆買個電視棒 因為我要換一台電視很複雜 而且很貴 沒錯 電視棒比較便宜嘛 而且是有這個跟智慧聯網一樣的功能 是 最後一個4K呢 因為最近大家都說4K 有必要換嗎 4K你可以注意到 現在國產品牌 其實打價格戰呢 已經到39,900 你可以買到4K的 對 就是真的是4K 好像是奇美 4K 就是4K 然後另外一個是 7,900,000 它不是7,900,000 這是7,900,000 對 它是Sony那台84吋的電視 我有到現場去看過 真的是太美了 很漂亮 美到你心裡面 會有那種震撼感對不對 而且它會把那個桌子 把椅子擺在只有距離 1.7公尺的距離 可以坐這麼近 可以坐很近很近去做觀賞 然後你幾乎看不到它的任何 例如說我們的那個皮膚啊 如果說你用一般的電視去看啊 栗子會出現嘛 對 一顆一顆的 但是它幾乎看不到 所謂的毛細孔了 好厲害 這麼厲害 而且那個啊 這樣不錯啊 讓我上電視都不用一直蓋分 而且你買來台79萬的啊 它第一件事情 沒有要蓋得很厚 它會說你家在哪裡 然後呢 它會說 那我要到你家去評估一下 你家的距離位置 還有就是說 因為它79吋 然後呢 如果你家是在六樓、七樓 它還要照 起重機那一些呢 去把它吊 把電視吊上去 對 所以它就是說 我要先到你家評估以後 然後才能跟你講說 你這台電視 你要怎麼買 然後怎麼安裝 那大概 尺寸距離說 79吋 79吋的話 84吋 84吋 其實應該一般的距離就 沒有 因為4K電視啊 我們後面會講到就是說 它其實 它的那個距離喔 它是可以比一般 所謂LED的這種電視喔 距離還近 所以距離不是問題嘛 對不對 就是4K厲害的地方了 對 好 講那麼多 在4K這個部分的話 剛剛這冠軍也說了 他去看 他感動到了耶 你看裡面如果出現一個人 你會覺得說 哇 身歷其盡對不對 而且整個這個毛孔 非常非常的這個清晰喔 清晰 對 到底實際4K電視 看起來怎麼樣 光說的好像不過癮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影片 科技不但進步 應用在3C家電上 還有大尺寸的4K電視 已經成為未來主流 搭載面板新技術 還能抑制光線反射 實際比一比 最左邊的一般面板明顯反光 右邊的低反射面板不反光 但顏色暗沉 中間呈現真實原色 要挑戰民眾的收看習慣 不會把環境反射 所以你在看電視 就是不會看到 那個其他的影像 重影 反觀的那些影像 都不會看到 在日本市場 聽說今年就可以20% 是會用4K2K的產品 從國產到智系品牌 眾家廠商紛紛推出 4K電視來搶購市場 從價格到技術 各有不同訴求 就看消費者買不買單 三里新聞 鄭榮林亭會報導 好 剛才在這個影片當中 我們看到4K電視 它這個顯像是怎麼樣 可是到底什麼叫4K呢 你有弄懂嗎 Tim哥 解釋一下吧 4K是什麼 現在一般我們家 一般我們家裡的長相 只要你在這兩年買的電視 幾乎我們都叫做4HD 4HD就是這個 我們現在框框這個解析度 這樣子一塊 這一塊是1920x1080 對 那為什麼叫4K呢 它等於是四倍的意思 1 2 3 4 對 所以它解析度就是4HD的四倍 所以變成就是2160x3840 這樣子 因為2160x3840太難記了 太難記了 對 所以我們一般我們 又不順口 又不順口 不順口 你看你又不出來 所以叫做4K 沒錯 因為是四倍嘛 對 我們來講得更清晰一點 因為實際看起來的話 到底差哪裡 我們剛才說4HD 還有4K 它這個顯像 比如說是人臉好了 差哪裡呢 其實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一般我們用4HD 假設我們在看 來自星星的你好了 對 那個星星可能是在 你用4HD看 你只能看到 星星的那個輪廓 旁邊還有光暈 光暈 對 但是你用4K呢 你就可以看到 那星星上面的 那個隕石 搞不好都民菌 可以看到都民菌在 星星上 對 就搞不好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 好厲害喔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這樣解釋 就是說它的那個顆粒呢 是比較細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解析度非常的清楚 是 你看看這個眼睛 就知道啦 這不煞煞啊 沒錯 人家又覺得說 好像什麼什麼肝眼症還是什麼 對 但是所以很多人 為什麼說4K電視 看起來還像一個什麼 像一個藝術品 像一幅畫 對 呈現在電視上 來看看畫 到底長什麼樣 如果是一些比較細小 你看這是什麼 蜜蜂對不對 對 沒錯 蜜蜂的話 原來它是用這麼多毛啊 但是它 你是可以看到它上這樣 毛的那個毛細孔 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都看得到 所以這個都是毛細孔 所以呢 它很棒的地方是 就像這上面講的 我覺得它非常好 就是它可以縮短 所謂的我們的觀賞的距離 因為LED呢 它的距離其實是 要比較遠的 但4K呢 它是不用很遠 它可以很近 為什麼 為什麼傳統的要比較遠 然後4K可以近一點點 因為4K呢 它呢 解析度已經非常的高了 所以它就不用呢 你人呢 要在很遠的地方 來看這個 這個電視 不用朦朧美 因為傳統電視 可能你太近去看的話呢 那例子會看到 顆粒 對 所以我會看到我臉上有一顆 一顆一顆一顆 然後組起來 變成我一個人 就是那個廣告說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所以4K就可以這樣子這樣 膚質比較好的時候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你就4K看肉譜團 我只睡20分鐘 就距離就可以非常近 為什麼你再提到這個東西去 很想看是不是 對 明明就是你們跟我講的內容 所以在4K的部分 大家應該蠻清楚的 因為現在就知道 你整個粒子變成很小啦 所以可以縮短它的觀賞距離 但是我要來問一下了 到底有沒有需要買4K的冠軍 如果是以購物專家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剛剛有講說4K的畫面 你真實去看的話 你會感動到流淚對不對 對 但是你真的把它買回家的話 你可能也會流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找不到訊源 找不到來源 可以看 那我們看藝華怎麼辦 就會變得糊糊的 糊的 糊的 糊的很奇怪 這不是要打麻將 怎麼會糊的 剛剛朋友可以去試試看 你用那個4K的電視 去看一般的有線電視的節目的話 它會糊成一片 就等於是我們用FHD的電視去看的話 也是會糊成一片 是一樣的 就是殺雞煙牛刀的感覺 是不是 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攝影機 或者我們現在的那個 有很多的設備 像我們的硬體設備 它其實還沒有完全的跟上 那包括像現在我們的有線電視 你去思考一下 有HD的頻道其實也沒有很多 對 所以它其實整個進步 從一般電視到HD 它幾乎要走十年 那現在如果要從FHD 要走到4K的地步 我覺得也要走十年 還要再十年 對 才會有完整的訊源 最關心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我就算把這個4K電視搬回家了 對 可是我看到的東西 還是跟FHD看到的是一樣的 是 對 那個內容不變 沒錯 但是我可以有個小配備 告訴大家 在這個YouTube上面 其實已經有一些4K的測試片 可以去做觀賞了 但是你買那台回去 一直在看測試片 也不是辦法 也是啦 我真的覺得可以hold一下 因為現在價格還高 所以可以再等一等 雖然說4K真的很厲害 不過現在4K是未來的趨勢 你看看從股價開始會說話 之前比較弱勢一點的友達 最近已經開始往上勾了 對不對 東哥 其實就友達來這邊的話 其實投資朋友 其實要注意看一下 其實4K 友達4K 2K的技術 它是領先韓國廠商的 不錯 這替台灣爭一口氣 很厲害 能夠領先韓國廠商 因為它本來就提早研發的 所以這一塊的話 其實你看到 其實友達在這邊 其實最近的一個相對來說 其實也相對來說 其實油虧轉盈 這邊有一個爆量 那也有人說 是一個現增的題材 都可以值得大家來注意一下 是 好 這是友達 對 所以友達 其實順便看一下群創 那友達跟群創 最近來說就是一個 相對來說可能 沉醉一個黃金交叉 最近群創股價就比較差 不過群創它也難誇了一個 六成的一個市場 因為它用量來衝量 相對來說來難誇一個六成市場 所以就這邊而已的話 如果是友達跟群創 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友達的股價 我就會未來來說的話 會比群創的股價 來得更好一些些 可是你看友達 他在四顆2K的技術是領先對不對 而且股價我們看到 這一條是什麼線 這一條相對來說 可能來說是一個季線 季線 就是沒有MA的 它在季線上面 對 那現在來說的話適合來 算是低階嗎 因為它之前真的跌了蠻多的 我覺得是可以低階的 其實就這邊而已 像這種投資這種股票 其實要注意一下 不要像你投資華亞哥 比如說他跟你說 一季賺個100億的時候才不行 它是第四季 稍微來說 其實真正一個呈現獲利 那你不要等到 它一個公司跟你講說 我今年EPS要賺10塊錢的時候 它賺股價高點 這種是一種景氣循環股 要在它最爛的時候 沒有人想買的時候 股價最低的時候買 會比較有看頭 好 這種哥可以先回座 我們剛剛講的是 投資面的東西 這4K2K相關的 可以來參考一下 不過除了4K電視之外 還有其他種類的電視 像剛剛講到的 智慧電視 3D電視 現在又是怎麼樣 現在其實呢 因為我們智慧型 那個手機跟平板崛起 所以當然他們電視 想要多做一些 很多複合式的功能在裡面 所以相對的 為什麼會有所謂 智慧聯網的電視出現 意思就是說 那你的電視直接可以連上網 然後呢 所以我等於把電視那個螢幕 當成我的電腦了 沒錯 電腦的顯像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操控 讓電視上面的東西出現網頁嘛 聯網嘛 對不對 沒錯 那在3D的部分呢 那3D的部分呢 是因為你也知道 從阿凡達開始 3D的那個電影開始 所以呢 他們會覺得說 那不如把這個呢 的 content 這種方式 然後放在家裡的電視上 所以為什麼才會有3D電視 可不可以有個問題 其實我最想要的是 我家裡平板看什麼 然後就是電視就看什麼 我就不用每次還要插一個 HDMI的端子 對 你還要去接線 或者插那個三色線 那你說要怎麼做 所以這個呢 就是像我剛剛有講到的 就是 小米盒子 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對 那包括目前市售的電視棒 它也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電視棒 還有Apple TV 對 但是電視棒 它有些電視棒 它價格比較高 如果說你買一千多塊錢 未必它全部都支援 但目前我有查到 有那種三千九的 跟Apple TV定價 一樣的電視棒 它是包括Android系統 跟IOS系統 它都是有支援的 但是如果是我的平板 是一個相對來說 是一個微軟的系統 它也可以嗎 就不行 微軟的你要看 對 但是現在 唯一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 如果你不想要花錢 但是如果像你家 是Sony的電視 那如果你是Sony的平板 或Sony的手機 它們就是一個家族的概念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或者是你是三星的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對 好這個不要再打廣告 直接打好多廣告 不過我要問 我們剛剛請Tim哥講 智慧聯網 大概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3D就是直接把 那個電影院的那種感覺 搬回家嘛 只是你用到的機會 真的很多嘛 冠軍我在買電視的時候 我需要買到這兩個的 這個功能嗎 其實如果說同樣一個價格 對不對 如果有這樣的增加功能的話 我會建議觀眾朋友 把它一次買回家 這種概念就像當初 其實因為我們電視很少 再換 當初是CRT的電視的時候 一出所謂的液晶電視 那時候還厚厚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購物台 賣一台二十九吋的價格 是兩萬九千九百九 對當時的是很轟動的價格 其實它畫質沒有多好 它也沒有任何附加功能 那賣那個價格 觀眾朋友很願意去買單 那如果說現在同樣一個價格 例如說五十吋的電視 然後兩萬塊錢 有附加這些功能的話 我還是建議觀眾朋友 可以把這些帶回家這樣子 對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尺寸看起來很大 我就整個很開心 很開心 其實就是我剛才講的 其實幾年前那時候 譬如說雜牌的 白牌的 白牌的 一個電視面板 越大尺寸越好 像我家就這樣子 其實可能我哥哥買一台 可能比我貴很多 可是因為Sony的 32吋就比我貴兩萬 我買個BenQ的 42吋 結果大概用了兩三年以後 他們就後悔了 因為就是尺寸大 可是因為它有Sony 它有Sony 如果你是BenQ 人家都拿膠帶把它貼起來 32吋的話 Sony幾個字也特別小 也沒有這麼誇張 要42吋看起來還特別大 就對我而言 我啦 我感覺到就是說 我比較在乎就是一個相對性價比 就是我剛才 性價比很重要 像BenQ呢 剛剛有提到BenQ 它後期出的這個電視呢 它就提出所謂的黑戰瓶 所以它畫質呢 其實可以跟Sony比名 沒錯 好 剛剛這個吵得非常激烈 對 黑戰瓶 講到性價比 不行 不可以 我們要休止了 對 因為呢 我們要賣關子 講到性價比的話 你會覺得說 我花一樣錢 我幹嘛要買這個 這麼貴的東西 而且功能又還比較少 對不對 那就是百花錢了 所以呢 我們尊重了不同的預算 分了好幾個階層 到底應該買什麼電視 就選購數 待會兒會教會你 還有你的家 客廳有多大 適合多大的電視 你不知道嗎 待會兒我們一併會深入來討論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